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碳的话它的炉子不大 炉子不大的话就说炭火不够旺 那烤出来的面包其实效果还没有这种酒精灯的好 用酒精灯烤着面包的一个很好的优点呢 就是说自己能够控制火候 好了 我们在等面包的过程当中 我跟大家聊一下摩卡壶 我上次呢在微博曾经发过一个贴子 我说我想写一篇有关摩卡壶的文章 很多粉丝给我留言给我很多建议 非常感谢大家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摩卡壶 很简单 体积很小 确实是它的一大优点来的 而且呢它不是用电器 我觉得生活当中用电器越少越好 三个 三个主要的内容 上次呢曾有粉丝跟我说过 他说如果用摩卡壶来煮咖啡的话 最好是用烧开水把它直接放进去 这样子呢摩卡壶萃取的时间相对短一些 少了咖啡的苦味 但我曾经试过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适合我 虽然苦味少了 但是咖啡的那个香气也随之减少 它里面是有刻度的啊 记住水不能够超过 如果超过的话 在煮的过程当中它会把水给溢出来 这个主要是放咖啡的 我选用的这款咖啡呢 是来自巴黎美丽城的 它叫Bella Villa 的一个 牌子 这一袋咖啡是250克 大概是十几欧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咖啡 它其实摸的颗粒是挺粗的 那这个颜色很正 好了待会呢 就可以直接的把它放到酒精灯上 煮 有一些朋友说 直火煮出来的咖啡 始终比那个电炉煮出来的好 这个有待烤证 因为我尝试过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区别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还可以在面包表面上 添上几块芝麻 芝麻经过火上烤 感觉也是很香的 你看这个烤出来这种金黄色 我是非常开心的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煮咖啡 我觉得这个萃取咖啡呢 一般是用中等偏上的火比较好 因为火太小的话 它可能萃取的时间一个是长 第二个就说 它不可能把咖啡的香味很好地给 煮出来 如果太大火的话呢 造成萃取的时间太短了 它的那个香味也出不来 所以中等偏上的火 按照我的经验的话 算是最好的 这就是这样 待会我们就看 它其实有一个过程在萃取 好了 来看一下它成了一个喷状了 我一般喝咖啡不喜欢加糖 但喜欢加奶 我觉得奶的话能够给咖啡增添一个顺滑的口感 我记得当时来法国的时候 我还曾经拿勺子这样子喝咖啡 一口一口的喝 其实很多法国人当时看了就笑了 因为他们所谓的咖啡配勺子呢 只是说给你搅拌糖 搅拌牛奶之类的 并不是说拿着这个勺子 一口一口的喝咖啡 我还配一个 一个小饼干 这也是一个法制咖啡的喝法 配一个小饼干 或者配一个小颗粒 巧克力 大家看就像一个颜色 看起来就是非常香喘的咖啡了 但这个咖啡还不是顶级的 再来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脆脆的那个感觉 给大家感受一下 有没有听到 所以这种面包吃下去 幸福满口 一顿好的早餐 开启美好的一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 就是 感谢观看 拍摄 你的感觉 进口 了解